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這段就是講這個社會制度跟這個理想的人格 孔子說,喬越念是嫌疑人 嫌疑人不是沒有人 因為有些人講話,如果講著好聽的話 鼓勵你、讚揚你,那還是巧言吝嗇 所以有和言悅色,各位知道嗎? 跟巧言吝嗇差別是不大的 一個人甚好去跟你講話 常常鼓勵你,未必是巧言吝嗇 有時候是和言悅色 所以嫌疑人的重點在這裡 不是沒有人,而是嫌疑人 那哪裡是有人的地方 那哪裡是嫌疑人的地方 這可能是你要去分辨的 在學而篇跟在揚後篇都出現過 好,講到人很重要 有人說大概人在輪語裡面出現104次 有人說出現105次 我想這應該不是重點 理人為美啊 你選住居的地方要責理人的地方 現在理人是一個殿民啊,對吧 然後這個人 就是有善良的人跟人的關係 好的人際關係 簡單講可以這麼說 所以你只要發心至於人意 就是希望跟人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你就不會做壞事了 你可能會被騙 但是你絕對不會騙人 人之過於各於其黨關過世之人意 都會犯錯 但是有人犯錯是善意的犯錯 譬如說你被騙 騙人家別人騙你的錢 那你是要是幫助他 所以你被騙錢了 那可見你雖然犯了錯 但是你至少你犯錯是為了別人著想 不是你去騙人家的錢 像觀過世之人意 就這樣意思 這一講到至於道具得意於人 由於意 這幾個的說法 應該都同樣的意思 就是道、德、仁 這個意呢 是指才能、才幹 各種雜事 還有人遠乎在我與人時任之意 這強調人的能動性 你怎麼說為人有己而由人互哉 也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什麼他先做 什麼事情都得自己先做 自己做的人 人就來了 好 只喊言立語、命與人 這句話最難解釋 有人說這個語呢 是and 那只喊言立言 立、命、人 and 但是一般語法呢 and是在最後出現 現在你教英文的話 或教中文 就最後一個才用 如果三個並列 最後才用 叫漢 漢是北京話 其他地方都唸和 and 那個字 和平、東陸 那個和 我們在台灣說 因為受到 推行國語的北京老師的影響 所以那個字 台灣人基本上都唸漢 我漢你 大陸都唸我和你 我上次去才有人告訴我 說你是不是都唸漢 我說對啊 他說我們都唸和 只有北京人唸漢 我說哦 然後他說 就傳了一個文章給我看 說當初到台灣來 推行國語的人 剛好是一個北京話的老先生 他每天在這個電台上面 剛開始的時候 宣揚國語 就像你們現在學什麼 像你們在很少 我那時代 學什麼空中美語 就每天六點多 就開始放空中美語 那你就跟著他發音來 空中美語呢 就是講美國發音 不是英國發音 所以喊嚴力 這是一個 與命與人 這個與呢 是贊成的意思 贊成的意思 然後或者說贊賞的意思 這孔子哪有說 喊嚴人呢 孔子講一百零四次 至少在論語裡 怎麼喊嚴命呢 天命 算一下 沒有一百零四次很多 力是比較少 所以這是這句話 如果你要解 得從外部來理解 從這個與這裡 就很難理解 那這剛剛講過 嚴怨問人的問題 當人不讓於失 是該做的事情 對人有好的事情 你就直接去做 不必等著我告訴你去做 或者不必等著我來做 對吧 為人者能好人能無人 人者不是只有好人哪 你知道什麼是好的 你也知道什麼是不好的 你也應該有一個 道德判斷的能力 我們大部分人 昨天嘛 我學生 二十幾年前的學生 我大一時候就教他們 還提醒我 孫老師你那時候就說了 我們大部分人是有道德沒有勇氣的人 我們通常不會誤人 或會誤人 我們也不敢講出來 我們大部分人 那是網路還沒有開始的時代 好 那這個其實三月不為人 三月不是真的三月 就是他對於人的毒手比較強 其餘則日月之言而已 很多人就是一天 或者五分鐘熱度 所以言回難得就在這裡 有些事情 違反人道的事情 他不會去做的 對人不利的事情 他不會去做 寧可自己餓著也不能去做 但現在很多人都說 天啊 那我不吃他 他吃我啊 我要是不這樣做 我行嗎 我活不下去啊 你們這樣 到社會上就這樣 哎呀 你參加這個不好啊 你這是騙人家錢 我騙人家錢就不行 別人騙我錢就行 我這也是正 所以 我也聽過這樣的事情 有時候覺得很難過 因為你們已經被 有的人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事情 事情被洗腦了 哎呀 我這樣都是為你好啊 孫老師 你就當我下線吧 我說我是孫老師啊 好歹我當你上線 我怎麼能當你下線呢 對不對 老師你只要交五十塊 簽個名啊 哎呀 這個三十年前 我就被逼著 學生就跑來為研究室 請問我簽名 交五十塊 變成他下線 老師你什麼都不必買 我說那我幹嘛簽名 交五十塊 五十塊你只要簽個名 我幫你交這五十塊 老師我需要下線 我一直不大意 你這樣還是我老師嗎 還是吧 我只不是你下線而已呀 就很生氣的走了 所以我的這一生 常常很多故事 最後就是 他很生氣的走了 所以我的傳記就是 可能叫寫 他很生氣的走了 然後看有多少人會買這本書 就是很生氣的走 那些人 大家可能就看一說 我沒有很生氣的走啦 我還祝福你啊 我還買咖啡給你喝 你忘了嗎 美式的那個人呢 就我啊 你們很多人都以為我 好像講很多笑話都是假的 其實你真不了解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很多事情 真的像戲劇一樣的真實 好 人者先來而後禍 你要先做最難的事情 然後有收穫 你不要先問收穫 先耕耘然後再收穫 這才是人者 凡詞問過三次人 跟智 兩次智 那有兩次是人智互問 凡詞問智 所以他講到 無名之義 敬鬼神而遠之 可謂智 所以你要敬鬼神而遠之 我們現在在這個時代 孔子的時代都告訴你 敬鬼神而遠之 我們現在每天去敬鬼神啊 每天去求問他 我要不要出來敬選啊 你就告訴我們 許我一個出來敬選的那個吧 你不覺得這跟孔子比起來 我們是敬話還是退話 誰叫我出來選的啊 那如果下次補簽說 我沒叫他出來選啊 那怎麼辦呢 可謂質疑 明朝的時候有一個笑話 這也是在馮孟龍的校室裡面 有一天老師上課打課睡 老師打課睡 同學就在那邊鬧啊 老師說你們鬧什麼啊 老師你剛打課睡 我不是打課睡 我去孟州宮 就把這個也糊弄過去 第二天學生打課睡 老師就罵學生 你怎麼打課睡 老師我不是打課睡 我去問周公 周公跟你說什麼 周公說你昨天沒來 這明朝的笑話 就到這裡結束 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我完全看不懂 等我開始哈哈大笑的時候 我已經聽完這故事好久了 所以如果你第一次聽完 不會笑 沒關係 因為你不是明朝人 所以他問人 人就先南後可謂質疑 好 凡此問人 你看這是這邊有人問人至 是問行 這邊再打一個勾 行動的行 行跟人 人這邊在雙人旁在一個呢 就行了嘛 你看一看他說 居除公知性與人中 雖之遺迪 這不是行嗎 到別的地方去嗎 你到了遺迪的地方 都要居除公知性與人中啊 所以這裡是一個普世價值啊 是個全球倫理啊 這沒有說啊 你到了遺迪去 你就不用守這個規矩 你到遺迪去照樣得這麼做啊 不可棄耶 好 好 那這個凡此問人 子曰愛人 這句話很容易的 人者愛人 後來孟子這麼說 問智 子曰知人 知人善任 凡此未答 不知道什麼意思 沒懂 子曰 孔子教他 舉之錯諸王 能使王者直 這是講知人 你知人善任 那個人做得好 下面就不會有壞人了 都效法了他 你知道這個 我這個人在這當官 你就不必走後門啦 你就跟著我做就行了 這是許之錯的 凡此還是不懂 所以就不好意思再問了 老師已經講兩遍了 再問老師會不會生氣了 你們很多學生就這樣 怕問老師問題 就第一怕被老師記住 第二怕老師生氣 老師生氣你就完了 對吧 所以大部分人不問問題 就在這兒 凡此退 見紫下約 又紫下約出來 紫下講的話 常常離孔子很遠 紫下約 像也過去呢 無問之夫子而問智 這個字不應該是個號 不應該是這個號 紫曰舉之錯諸 往能使王者之 何謂也 凡此就把孔子這段講出來 只講智而言 沒講人 愛人 愛人他懂 紫下約負哉言呼 我們老師講的真有意思啊 順有天下 選一眾舉高搖 不仁者願 順統治天下以後 他在眾人之間選了一個叫高搖的人 這兩個字 特別這個字要念搖 高搖是他的宰相 不仁者願意 那些不仁的人都遠了 湯有天下選一眾舉一意 不仁者願意 這就是舉之錯之往能使王者之 但是這裡面在 這重點在 我們玉老師解釋 不仁者 就是說那些人 就不會再做不仁的事 這個者 不當仁者解釋 當做事來解釋 所以因為你 這裡就說沒有壞人 跟我們與惡的距離一樣 只有那個人做的不好的事情 所以不仁者呢 就是有這些人出來 他設立一個很好的制度 你不必做奸犯科 貪吃你的便宜 所以你就不必做不仁的事情 對自己有利 對其他人不利的事情 你就不必做了 那一個說法是不仁者 者是人 是指人 所以那些做奸犯科的人 全都跑了 因為這些人太政治 你在這待不下去 你就跑到別地方去了 就以靈人為禍 孟子說 好你跑別地方去了 那別地方不是遭殃了嗎 那這個舉之錯説 能使亡者直 而不是能使亡者跑啊 或遠啊 不是嗎 所以就是因為你有正直人在那裡 他用一個正直的制度 讓你不必做奸犯科 就能享受到你該有的權力 當然就不仁者願意 我幹嘛再去做不仁的事情呢 各位了解嗎 你們將來在社會上做事 就是碰到一個好長官 願意憑藉你的才能 來評斷你的升遷 那你這是人世間最大的幸福 如果他只是靠著你平常對他好不好 靠著不是才能的事情 靠著是額外的 那你真的這公司不必呆 同理你們將來變成人家的長官 你也一樣要用人為財啊 舉之錯説亡能使亡者直 最好到一個有制度的公司 通常外商為什麼大家喜歡去 第一個錢好 第二個真的是制度好 他不會因為你怎麼 是跟誰的關係怎麼樣 這種情況很少 他就看你能不能做到 當初他們要求的 所以舉之錯説 能使亡者直下的這個解釋 如果就看他怎麼去解釋 不仁者願意 如果只是把不好的人 讓他跑掉 那不好的人到別地方去做 還是不好的人呢 他不在這裡做 他到別地方去做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就結束 有一陣子 有一個人當台北市長 我就不講誰啊 那當台北市長 他叫掃黃 就把台北市的色情給掃當 離開台北市 那你說色情掃當 離開台北市 就沒有到台北市了嗎 那是 跑哪去了呢 跑到桃園去了 那我台北市沒有沒有黃啊 因為都被我掃了 但是黃的需要 從自古以來沒有斷過 所以那 跑到桃園市 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那就桃園主管的事情 跟我無關 我台北市掃黃了 不仁者原意啊 不是嗎 但是其他人不就倒霉了嗎 以前政府有一個非常不好的措施 就如果工人員犯錯 一律把他調到偏鄉或離島 那偏鄉跟離島去的人 就是那種不做好事的人 那憑什麼 那個偏鄉或離島就得 然後這些人還 偏鄉跟離島常常有加急 加倍的薪水 所以你到底是處罰他 還是 這是非常非常錯誤的 有同學問我 那老師該怎麼辦 我覺得根據這個不仁者原意的道理 舉之錯注往能使王者 就你要讓正直的人 讓不正直的人跟正直人在一塊 那最好的地方就是到總統府做事 理論上總統府都是全台灣最正直的工人員在裡面 理論上啊 理論上啊 結果有同學說 老師這樣不好吧 這樣可能大家都要犯錯 所以這樣才可以到總統府去做事 你看什麼老師教出什麼學生 這個理想到的人啊 這個這段啊 剛剛念這段啊 是非常尷尬 為什麼這邊完全沒有講到人呢 說夫子會不會幫助衛軍嗎 那時候有出公哲 就是父子在爭那個位子 那當然是因為那個前面那個人 到底該傳給誰啊 應該傳給他兒子啊 但他兒子不喜歡他的新老婆啊 就男子啊 新老婆就把他趕走啊 這種很宮廷劇的啊 那等到這個老頭死了啊 這個然後就孫子來繼位啊 那爸爸還沒當他 怎麼就孫子繼位呢 所以爸爸就跟孫子回來 跟他的兒子回來搶這位子 簡單講就是這樣 所以說夫子是會為這個衛軍嗎 是哪個衛軍呢 是在外那個流亡在外那個回來那個呢 還是指現在被扶持起來那個兒子呢 所以這個裡面也沒有說太清楚 不過當時講話 大概當時人懂 我們脫離那個脈絡不懂 子宮就說諾 諾只是一個答應的話 不表示是也不表示不是 所以不是像法文 諾就是諾 唯就唯 唯唯諾諾 你學法文就學到唯唯諾諾 不是我將問之 他問我回去問 那他怎麼問呢 你看他也沒說 老師啊 我剛剛問燃友啊 在那討論 你到底會不會衛軍 那老師你說呢 這不是很簡單嗎 沒有 他用的是薄一書七何人也 這跟衛軍有什麼關係 這跟衛軍基本上 你問什麼呢 他也沒跟孔子講 所以孔子也不知道有這一段 所以古之賢人 你問什麼 那是古之賢人呢 那怨呼 他們兩個會不怨嗎 對這個不公平嗎 這事情 他就會有抱怨 或覺得人士對他 就對得不滿嗎 求人得人有何怨 這是他們要做的事情啊 這是什麼好怨呢 然後說夫子不為業 為什麼啊 從薄一書齊求人得人 然後說夫子不為業 我們前面講過這個 碧系中樓判啊 還有這個什麼 他們都是 孔子都有一點想出來的樣子 那為什麼這邊說夫子不為業 而且別忘了這段是 子貢說夫子不為業 夫子回答這一切都跟為不為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不能今天要問說 孫老師退休後 會不會到私立學校教書 那我去問一下 孫老師啊 你覺得誰誰是什麼樣的人啊 是個好人 那她會怎麼樣嗎 不會 因為這是她要追求的 孫老師退休不會去私立教教書 我有說嗎 我啥也別說啊 那麼這是完全一樣的那個 所以如果是孔子死掉的帥 這些人講話 尤其子貢啊 我非常不喜歡子貢 話都不明講 你要不去明講嗎 所以後來人家再猜 為什麼從博一書記 可以知道夫子不為業 那一般的解釋說 因為博一書記兩人 博一書記兩人 博一書記兩人 唯一這件事情在歷史上講的 就他們是殷商的後人 然後這五王要罰咒 他們兩個就是說 哎呀你不要罰咒啊 這是不對的啊 什麼什麼 那這為什麼是求人的人 然後最後五王照樣罰咒 根本就不理他 然後他呢 他們兩個就說 好 你不理我 我就餓死了 我也不吃你們周朝 長出來的這個古物 我不吃你們周朝食物 食物還分哪一朝的嗎 這不是什麼有機農業認證 這是哪裡哪裡的小農 現在有這種 什麼農業履歷的問題 哪有不吃那個呢 所以餓死守陽山 然後這種人 如果博一書記是這樣 這叫求人得人嗎 這根本就沒腦袋 哪有什麼食物是英朝 哪個食物是你們周朝的 哪個食物又是哪一朝的 這個當然他們看現在 現在當然有進口食物的問題 像我喜歡吃蘋果 像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蘋果 我們這邊不長蘋果 然後南半球長蘋果 那所以這個段 我常常不太懂 為什麼可以從這裡得出 夫子衛衛軍功 傳統有那個解釋 我覺得還不如真的就問他 那孔子後來餵了衛軍 沒有 這其他另外一個問題 就雖然他這樣講 你這樣問 那他到底餵了衛軍 沒有 他在餵國拿了這個 六萬素的食物 的那個那個興奉 他不拿那個東西 他就白吃人家了 所以你這種猜測 是沒有太大意義的 就像現在台灣很多人在猜 誰是誰會不會 出來當總統啊 會不會出來出選啊 這幹什麼呢 全台灣就沒有別的新聞 每天就告訴你這個事情 然後就什麼粉啊 什麼黑啊 什麼之類的啊 我覺得這跟化妝有關 黑頭粉刺啊 就是黑粉啊 知識人沒有求生以害人 不會因為自己要活了 就做出對一般人不好的事情 是有人殺生成人 但是殺生成人也太沉重 為什麼一定要殺死自己的生人 就犧牲自己完成別人呢 可是這個在這個軍國主義裡面 或在民主主義裡面 這個絕對是電影裡面的最大主題 包括《復仇者聯盟4》 所以觀眾一看 有人犧牲了 就這樣 我去死 不 我去死 我去死 我去 我看到那段 我都覺得 天啊 老梗啊 結果後來聽說 很多人在那邊就哭起來了 這什麼好哭的呢 對不對 他死了以後 下一劇不要演啊 反正他也不演了 二十二部以後就沒有了嘛 他早就知道這劇沒有了 將來是另外一場嘛 對吧 你就去演什麼X戰警去 對吧 X戰警死掉 全部都重新 有錢賺所有人都回來 這是雙關語 錢賺 有錢賺所有人都回來 懂嗎 我剛剛講有錢賺 我到哪教書都行 聽懂了嗎 孫老師錢賺 賺錢去了 所以這段也是 這講的太沉重了 所以後來的這種電影啊 都是這種主題 為了主播 為了人類 為了什麼 我犧牲自己的小我生命 然後電影裡面 還有很多人都期待灌輸你這種想法 好像你不為自己犧牲 好像不為了這個人類犧牲 你就是很小人的人 這樣講 全台灣的大學老師 都犧牲的很厲害 拿這點錢都願意做 這未來在地上 一定會記下一筆 有我們這群拿那麼少錢 做那麼多事的老師們 殺生已成人 我們現在不到殺生的地步 然後這個人是你的根本 這個人很簡單 就是對別人好 簡單講就是這樣 那這個人的觀念 到處都有 耶穌說要愛你的靈人如己 不是愛你的靈人 是愛你的靈人 像愛你自己一樣的愛 還愛你的敵人 現在有哪個基督徒國家 基督教國家愛自己的敵人 川普如果是基督徒 他就沒有 他就有你我之分 沒有敵人 不是沒有敵人 沒有這個跟人家一樣 誰愛自己的敵人 誰左耳光打過去 你右耳光給他的 我們政治人物被人家打一個耳光 就開始有人對他分分不平 基督徒應該出來說 對吧 哎呀某某官員 你那右耳光還沒給他打完 你給他打完嘛 打到他手腫了痛了 你就贏了 所以政治人物臉皮要厚 所以打的時候 你不會痛 別人會痛 懂嗎 這是很重要的原則 人不仁如以合 不仁的人 你有理也沒有用 不仁的人你有樂也沒有用 那講的一副這些人是死不悔改的樣子 不仁者 這個是仁者 或者不仁 不仁的人呢 不可以久處約 不仁的人不可能長久處在狀況很差的情況 譬如說貧困的狀況 他就不會做好事 他想社會對得對我不起啊 我幹嘛要對得起這個社會呢 就像當學生的話 你可能會有這樣的人 可能會有 又有人不會 全班如果老師考試 老師離開了 有人開始作弊 然後你覺得你已經很努力了 那傢伙在作弊 那你要不要也做一下呢 如果是選擇題 他作弊你要不要作弊呢 有人堅決 他做是他的事 我不作弊 那是我的人格 有這樣的人 很多人就說 我傻呀 大家都作弊 你幹嘛不做呢 人家要給你答案 好你不做 你是積極不做 人家消極給你 同學這答案哪 你要不要拿呢 不要打我 我是聖人啊 我不跟你這群作弊人在一塊 我是台大學生 你看小媽 瘋了這人 那你答案借我看一下 你不作弊嗎 我作嗎 那我作到底嗎 我看一下別人答案跟你啊 你的答案好不好啊 那你不作 你借我看是會怎樣 反正你不作弊 我作弊啊 都怪在我頭 好吧下地獄我下 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呢 呦這話 別用在對嗎 不可以常處樂 樂也不行 約也不行 約是一個比較差的狀況 樂是一個比較好 這因為都是極端啦 孔子其實很多地方都講中庸之道 樂也別樂到頭 然後苦也別苦到頭 人者安人 智者利人 安人就是你有什麼狀況 你就在那狀況做出最好 Make the best of everything 智者利人想到的是對別人好 這才是真正的一個智者 智者不是想到鑽牛角尖啊 怎麼樣 我可以從中得利啊 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怎麼樣 這樣 孔子中我一見好人者 還有物不忍者 我沒見過這兩種極端的人 怎麼會呢 他照鏡子都可以看到 他照鏡子不就有一個好人者嗎 他就是啊 對不對 我一見好得如好色者 那你是瞎了嗎 淫淫就是一個浩德 絕對是浩德如 比浩瑟要強的人啊 你自己也是啊 其他的也沒看過 子路這些人在那邊亂搞男女關係啊 孔門的人在插 沒有一個人搞過浩瑟 至少紀錄上沒有 好 論語裡面出現了二十八個孔子弟子 好 有些算不算孔子弟子不知道 有人說三十一個 可能更廣泛 沒有一個在裡面有好色的表現 或者被記錄下來 好 所以你說無界的好色者 這句話 可能在講別人 好人者無以上之 那物不忍者呢 其為不忍者交解 這是消極被動的 這物不忍者 我不算好人的人 但我至少消極的 不做這種事 有能以利用其生於人與故 我已經利不知了 你如果要真的用力於人 就是做出對別人好的事情 沒有走不到的啦 代有之以我為之見也 所以後來有一句話叫 我遇人私人置疑 我想做對人好的事情 我就做得出來 這是一個對人的主動能力的一個 積極的肯定 這點是非常非常難得 因為在西方常常有神 你很多事情 你是沒有自由意志 你有自由意志 神都會指導你 如果你不服神的意 在旧約會裡面 有一群人說 哎呀我們講話都不能通 我們蓋一個通天塔啦 The Tower of Babel 蓋了一半 上帝看 哇靠你們要講的那樣的話 就把那塔給打毀了 像雷神索爾那樣 啪 那塔就毀了 然後叫各地的人 都講各地的話 讓你們都沒辦法溝通 這是旧約裡面的上帝 你做了什麼呢 你想跟上帝一樣偉大 做個通天塔呀 祂就不讓你了 好 你就可以看到這種 對於人力的無奈 還有一個故事叫約伯記的故事 叫約伯 約伯是個藝人 很好的人 不是演電影的人 很好的藝人 仁義道德的藝 約伯是個藝人 那個時候 舊約的上帝非常喜歡他 結果有一天 這上帝竟然跟魔鬼打 就是兩人打賭 幹嘛打賭 你不叫人家不要打賭嗎 叫人家不要打賭 還跟魔鬼打賭 這都圣經裡面記載的 不是我糊弄你的 然後說 魔鬼當然就說 哎呀約伯現在信你 大家都說情況不一樣 他也不會信你的 就說不不不不 約伯是例外 別人我不敢說 約伯我的 就讓約伯死了羊 然後什麼什麼死了 然後自己發現家人死了 然後兒子死了還是什麼 然後最後生了一場病 約伯的鄰居還告訴他 你還信著上帝嗎 你看搞成這樣 他都沒來救你 約伯說我信 就耶穌就 上帝就贏了 贏了以後呢 就好好把他那個什麼 再給他多一點羊群 然後再讓他生下來 可是別忘了死了一個啊 這可以取代的嗎 啊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業裡面上帝 是完全不了解 但是不能取代 羊群也許對人來講 是可以取代 但是你的兒子死了 再給你兩個兒子 那也不是原來那個兒子啊 不是嗎 啊 所以約伯就這樣子啊 那這在聖經裡面 這個叫神義論 theodicy 所以既然有上帝的 為什麼還有不好的事情 放在你身上 因為上帝全能 他要對你怎麼樣做 怎麼樣做 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在聖經裡面寫著說 他跟魔鬼打賭 他是上帝創造宇宙 他幹嘛跟那個魔鬼打賭呢 這是我們這種很low的人做的事情 他是上帝的 他搞這事情 他應該一出手 就把他打斃了吧 他比Phanos應該還厲害吧 他不是造物主嗎 這當然我們下禮拜講到 下次講到耶穌的時候 告訴你這 猶大福音書裡面 講到另外一個世界 簡單講 猶大福音書裡面的人 寫這種經的人 相信有一個比較差的神 創造了我們這個世界 這個人類 有一個比較差的 然後現在那個比較好的那個神 要來把這一切搞掉 打掉沖煉 在這個猶大福音書裡面 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信的上帝 如果是按照這個 這是個比較差的 low的上帝 比較好的那個傢伙會來 會給我們更多東西 因為在舊約裡面 信約現在的基督 就那個上帝跟後面的耶穌基督 是同一個人 然後也有人證明後面的上帝 其實上帝是愛這個一般人 可是這故事你怎麼樣也 是奧不過去啊 這故事很長的 在舊約裡面 這是誤論 所以有之以為之見也 立不足者 那後來然有就跟洪子說 唉唷我做不到 做不到是你自己畫地自限 我們現在叫畫地自限 很多同學也說啊 以前現在同學跟我接觸 比較少 真的有點抱歉 以前說 老師我這個我不會啊 我同學就正因為你不會 所以我要教你啊 所以我的作業呢 成績給的很寬啊 有人就說你營養學分 我說什麼是營養學分 讓學生做作業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自己做不好 然後成績變很差 我的用意只有這個 但大部分同學 因為大部分老師都是你作業有好跟壞的差別 我的觀念裡面 作業只有敢跟不敢的差別 你有沒有創意跟沒有創意的差別 所以我的成績 你沒有創意我也不懲罰你啊 你還是過 你只要教了就會過 但是就是高還是低的問題 那很多人不能理解這個 當然還有些人很在乎成績 差一分差兩分 那種上我的課都沒有用的 因為在我來看 那一分兩分是沒有任何差別 我還保留一個東西 就表示我看你的東西 看了我覺得你的東西做不好 不表示你的東西就是做不好 你老師可能有我的 我當老師有老師的偏見 我自己被老師看不起過 所以就算有老師那個 你自己堅定自信心還是有希望 好 那就三年之上 孔子就說 為什麼要三年之上 三年其實是二十五個月 古代的祭日的方法 祭時方法 還有祭月的方法 有時候跟我們現代人是不太一樣的 好 那個說 與之不仁也 因為子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你小時候生下來 總要三年以後 才能夠讓父母親稍微放下心 不用把你抱在懷裡 所以他死了 你要抱這三年之上 恩 這是簡單的講法 那三是一個多數的意思 所以三年之上 天下之通上也 這句話是騙人的 因為後來一常發現很多人沒守三年之上 那這三年之上通常是貴族守的 連貴族都不守三年之上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裡沒有什麼天下之通上也 這是儒家希望的理想狀態 所以這個載語就沒有 在另外一個地方 記載孔子有一次是跟子貢還子落書 就說三年之上其實太長了 很多人都做不到 但是那沒被收入的論語 所以就算孔子講到這樣的話 可能後面的弟子是不贊同的 所以你要這樣想 弟子為什麼希望三年之上 除了這個理論上的理由之外 可能有另外一個就是 他們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 所以到後來這個官員丁憂 丁副憂或丁母憂 都要回到家鄉 然後理論上三年不管正事 理論上但是還都是管 這個是不能夠太執著在他講什麼 你要看他做什麼 所以與之不仁 所以說他有三年之愛一起父母呼 這個家伙可能不孝順 連三年之愛都沒有 這是孔子很嚴肅的罵人 罵你不孝 中國人被罵不孝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好不孝子孫呢 這個都是 庸也 這是染庸 人而不膩呢 這是個大好人 但就是不愛說 不太會說話 不會說好聽話 應該說孫老師你的課 是我在台大上過最好的課 從來沒這樣說過 點多就說知一 就這樣 人而不膩 只曰焉又膩 講好聽話幹什麼 遇人一口幾屢正遇人 你就是每天嘴皮子上講的很好 這讓人討厭 這個討厭 有人說就是孔子這種人討厭 說好聽話誰會討厭 有一句俗話說 就是個打孔子的臉 叫做拳頭不打笑臉 還有你真的嘴巴甜一點 真的是對於很多人 都是聽起來很舒服的 好 那我們在學校裡面 有教你什麼 講話講甜一點的訓練嗎 沒有啊 其實台大畢業生都應該有一個 甜話訓練班 就教你出去做事情 不要老把台大掛在口上 講話要甜一點 不要太違背自己的良心 講話甜 不一定就是違背自己的良心 說他人不人我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講寧呢 所以他人這個部分 孔子不輕易這麼說 但是寧這個部分 其實是不必的 所以孔子一定不會參加辯論比賽 因為辯論那個通常都是強詞奪理啊 當然辯論的人不認不認為 好 那這個智跟人是不同的道德位階 智是比較低的 人是比較高的 簡單來講 那你說至極之 可是人不能守之 你知道 但你這個沒辦法 因為對大家都好 要守到 雖得之必失之 因為你不夠人 不夠對大家都好 就是你理論上知道 現在很多的政治人物都這樣啊 楊王君呢 我跟你翻臉了才告訴 那當初你們在一起的時候 那網軍不就存在了嗎 現在哪有不養網軍呢 全世界現在的國防就是網軍 各位的同學 你去做網軍有困難嗎 所以如果你們服兵役都去做網軍 我相信我們的國防力量不會太差 我相信不會 聽說有的人做電競的播報員 那你得多了解電競才能講電競播報員 就像足球瓶足平對不對 你必須會踢球然後會講 那都很特殊的才能 至極之人能守之 可是你還要莊以立之 莊重啊 輕人就很莊重的面對這種事情才行 則名不敬老百姓眼睛是血量 現在因為有媒體的中介 眼睛是否血量 真的是已經很難說了 人家就給你看幾分鐘的錄影帶 然後你就說這傢伙跳針 如果你再把錄影帶拉長 你就發現原來是這樣 這事情已經不是最近這件事情了 很多事情都這樣 我只要中間剪一段 你說他打人 你把他拉長 你看他為什麼會被打 所以這個已經好幾次 所以那天有人猜 你不覺得這個怎麼樣嗎 這個人怎麼樣怎麼樣 我說我不是粉 我也不是他的黑 我也不是黑頭粉刺 我覺得這故事一定有別的故事 沒想過幾天就知道有別的故事 然後那個人也就不太在乎了 何必呢 何必為這種過眼於煙花怒的心思 至極之人能守之還莊以立之 可是動之不於禮 未善也 所以禮還是最後的最重要的東西 好了 其他就像口號一樣 這種口號當然就是側重的 智者不惑 因為你夠智啊 所以你就會控制你的情緒 這不惑 我覺得是不惑的 就是你的情緒 那我們玉老師認為不惑於慾 慾望 我覺得這很難 這個不惑於自己慾望的人 真的太少了 好 孔子有一天很謙虛說 君子到三我無能焉 我一切也做不到 就忍者不憂 這跟這個一樣 出息不一樣的人 智者不惑 智者不惧 子共就想 夫子製導演 你怎麼說你做到呢 都是你做到的事情 所以這兩個 基本上算是重複的 那這個 講到德跟嚴的問題 各位同學從小 我們這一代人 都是訓練念書 沒有訓練講話 所以我們很多人 其實很不會講話 很不會在場合講話 那以前我小時候 還有說話課 就是讓你上台講故事 不要害怕 我第一次參加演講比賽 小學一年級還二年級 我就站在台上 然後我爸爸寫了講稿 我完全沒辦法背 所以就在台上講A班就斷片了 就說愣著來 最後是老師請一個小學同 女同學幫我帶回家 因為我住在同一個村子裡 這個小學同學後來 在年大學的時候重逢 不知道他客氣還怎麼樣 他完全不記得這件事情 但我記得他 就只有這件事情 他以前說你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他說我不記得 我只記得我跟你同校 同班 我說對對對 但是我演講就愣在那裡 完全不知怎麼辦 有沒有尿褲子 我自己都不記得 但是老師就叫你帶我回家 他說有這樣的事 你看這人都會說話 有這樣的事 你也不能夠把他當界拔出來 對不對 拿下你們現在 你當初我都記得了 最好不要記那麼清楚 同學 你想就像孫老師現在一樣 很多事情都忘了 好 子宮就說了 講了一個很高的標誌 博師於民啊 哎呀對老百姓都很好 而能記眾啊 這個記眾就是 就記這個眾人 這個眾人跟這個民顯然不是 這個民應該是你國家的人 眾應該不是你國家的人 就是說這個人對國民好 然後能夠對移民也好 簡單這樣說 怎麼辦 這個你覺得怎麼樣 可謂人物 這算人吧 合事於人 這是聖啊 表示聖又比人高一級 說謠順其有病諸啊 這不是罵謠順 說他是病諸啊 說謠順都做不到啊 為什麼呢 這句話 有名的話就來 人者是幾於利也利人 自己希望要能夠立生於社會 也希望別人都能立生於社會 不是只有我好 別人死了 不管 我不管 所以美國川普說 從現在開始是美國第一 那你美國第一了 其他人怎麼辦 其他人招了你美國第一能移到什麼地步 那就不是幾利利人 更不是幾達達人 達是通達 所以要好 要大家一起好 現在叫什麼 共好 可是共好 是一個很奇怪的字眼 因為英文叫 come on good come on good 以前就是叫 有人翻成共善 因為good是善良的意思 是善的意思 中文好像也沒有太好的話 所以現在有人就翻成共好 這你完全把good這個字看小了 這不是好而已 這是要幸福 要有一個到達善的這個目標 不是好 你如果是好的話 就是你賺錢我賺錢 那都是好 可是你賺錢我賺錢 別人都是吃虧了 或別人都受傷了 這是什麼好的 所以你翻錯了 境界就低了 這come on good 是一個非常高的境界 不是共好而已 那簡單講 如果要翻得繁複一點 就幾利利利人 幾利打達人 後來叫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這是後來全球倫理裡面 討論的一個重要的共識的地方 因為全球要活下去 大家都必須好 不是只有你好 你只有你活下來 別人活不下來 那是不行的 所以能盡取屁 可謂人之方言 這就是如果你能夠盡取屁 從身邊開始 開始做起 或者這屁呢 是一種講話的東西 就是人的情人的開始 總而言之從自己做起 然後狂擊別人 這個如果真做了 這真的是可以邁向世界大同的 從來沒有說我好就好 在俗家裡面 常常希望諸夏文明或華夏文明 華夏文明就是每一個文明 都有相當的文化程度 那這個呢 不是只有害沒有 希望宜迪也有 任何宜迪到 宜迪只是表示他沒有文化 他有文化他就是華夏 所以華夏希望全宇宙全天下的人 講宇宙太遠了 全天下的人都能夠有文化 這就是幾滴的人 幾達達人的最後的目標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這樣看 後來就認為只有漢人是華夏 其他人都是遺底 所以這個日本跟韓國接受了這種想法 所以在中國亡於元朝之後 日本人跟韓國人就要搶 好了 那現在的華夏亡了 那我們就是華夏了 中國人已經是遺底了 這個都是從民族來看 不是從文化來看 有點可惜 好那接下來說幾首不一物失言 這個在論語出現兩次 這句話不是孔子發明 這句話在左傳裡面就有 左傳裡面是比論語更老的數 所以這是當時的一個古語 那很多人不知道 都以為是孔子說什麼什麼 這個在外國的Fortune cookie 都是Confucius said Confucius said 買股票要笑話巴菲特 譬如說這樣 這個常常有個搞笑的 出門入境大便什麼 極所不一物失言 這句話跟西方的所謂的 Golden rule 黃金原則是剛好 一個是正面 一個是消極面 這邊講的就是消極面 那極所欲失於人呢 會不會有碰到 你喜歡的我不喜歡呢 那你不喜歡的也許我喜歡 為什麼極所不欲物失於人呢 所以這個你看要不要仔細想 你不仔細想好像這個問題不大 你仔細想這裡面還有它 這也是全球倫理裡面很重要的原則 極所不欲物失於人 可是現在很少人是這樣 像所謂的普世價值 像美國人強調人權 那這個人權到底要強調到什麼地步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像昨天吧還是前天 緬甸的兩個路透社的記者被放出來 這兩個路透社記者就是 報導緬甸的軍人驅逐羅興亞人 然後造成的那種屠殺事件 幾乎是滅村滅族式的屠殺 那當然面對跟羅興亞人 有一些歷史的糾葛 你上網去應該可以查得到 但是那種現在你看到屠殺、屠村 那個都是沒辦法 我們當然都沒辦法接受的事情 所以那兩個人得了普利子獎 得了很多被抓去關 所以原來判七年 最後關了五百多天 五百一十天了放出來 那像這個人權價值 難道我們不覺得很重要嗎 所以這個我也是有時候看新聞 就會想到這樣的事情 好 所以這個也是術 術到的術 就是推幾吉人 己所不予勿施於人 不要只想到自己 要想到別人 這通常是講不好的事情了 那這個有武德 台灣有一地方有武德廟 那個武不是這個武 是文武的武 叫公寬姓敏會 你可以看到台灣一個名人的名字 簽在這裡面 公寬姓敏會 你對人恭敬 就不會有人侮辱你 這當然要看那個人是正常情況 那個人要是精神錯亂 出了問題 也沒辦法 寬則得重 你要對人寬 這都從最上的人來講 這不是對下的人來講 通常也不是對一般人來講 但後來論語被一般人閱讀 當然很容易就把這個講法都當成是對一般人的說教 寬則得重 對人寬厚一點 大家就會來你這裡 信則人認焉 你要有信用 人家就會相信你 寬則有功 你這個寬呢 就是要常 平常就要把事情想得很透徹 然後事情來了 你就可以往上去做 很熟能生巧 有點像這樣 會則足以示 會則是要對別人好 對別人好以後 你要叫他做一些公共勞役的事情 就比較容易 就使人跟使民是一樣的意思 我們上次說過 就是做公共勞役 所以現在憲法說國民有納稅扶兵役 以及受國民義務教育的這個義務 這在憲法有一條規定 那納稅扶兵役這一點就 就是沒有男女的差別 那還有這個誇性別的人 也要扶兵役 那與其現在兵役很多也不是粗糙的這種 而是坐在電腦前面 像美國開無人機的人 是在亞利桑那州 還是哪一州的一個沙漠裡面 像我們電動一樣 開個無人機 就把那個車輪給毀了 在中東地方 你完全就像在玩電動一樣 你都不覺得你要殺多少人 或者你殺的 其實都是壞人在來講 各位同學 到了戰爭 沒有好人跟壞人的問題 只有死人跟活人的問題 這是很悲哀的事情 子彈不會長眼睛的 看來是好人 後來靜靈 飛到別的地方去 唉 如果這種智慧型子彈 或智慧型武器 他真的是很好 那我這個君子 他就大概很多在講君子 對嗎 所以倫語其實叫人家學君子了 這邊是不宜樂乎 不宜樂乎 不宜君子乎 用這種難道不是嗎 是在跟你商量的口氣 不是告訴你 他乾脆說 樂 樂乎 樂乎 君子乎 那就是驚嘆 這是一個商量的語氣 看你認不認同這樣的方式 這樣 君子不氣 氣呢 主要是一個它有固定的量 希望君子的容量 或君子的心量比任何的氣都大 所以這是不容易的 有一個大氣的人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這些都是講君子的 我就不多說了 非常非常的多 那君子跟小人在論語裡面 大概出現十七次吧 十七次的這種對比 那這分開講 有分開講的地方 這叫對局十七章 你可以上網去看 那我們下一堂課稍微講一下理想社會 這個大同我不知道你們現在 在有沒有學 在我念書的時候 這是個非常重要的 有歌可以唱 然後有這個節目 到我這個年紀我還記得 那歌我還會唱 在古書裡面 除了我們常聽到這個大同之外 還有別的大同的意思 你如果輸入在c-text裡面輸入大同 還有完全跟這個不相干的大同的意思 只是因為我們現在都提這個 你好像認為古代的大同只有這個想法 沒有的 古代上還有別的意思 這裡面是其實有一段前面的話 就孔子跟那個自由吧 去參觀一個祭典 一個一種禮 然後他說 孔子就很感嘆的說了這麼話 說這個大道 這個就是有一個運行的非常完好的社會 還有三代之音 三代就是所謂的夏商周 音就是那些聖人 某位之代言 我真的是不幸 沒生在那個時代 可是我希望能夠把那個時代 當成我的理想當成目標 然後就開始說那個時代是什麼樣子 這當然因為死不對陣 那個時代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不知道 但這是孔子的志向 這點大概沒有問題 所以後來的說法 向到康有為民起完成 清朝末年 這種就叫脫骨改治 就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古代 然後當成改革現代的一個標準 簡單講這樣 那有的像荀子這樣 是法後王 是把標準放在後面 這法先王跟法後王 變成是兩套不同的標準 荀子因為在儒家裡面 常常跟後面的人相近都會唱反調 所以荀子就沒有被列入孔廟裡面 我這點非常不爽 因為荀子原來姓孫的 所以荀青其實是孫青 所以我們姓孫的 好像到什麼時代都不討好 好 所以大昭之行也天下為公 這個在禮記的版本 跟在孔子嘉宇裡面的版本 略有不同 很小不同 這也是孫中山最喜歡寫的一段 我上回我最近都在寫毛筆 上次用中凱寫了 這是全文 結果就被一個老師要去 大陸的一個老師 我從來沒有寫字送給別人 他說他就喜歡 我說我再寫給你們 他說不要 我就叫這樣的字 就是這個內容 大昭之行也天下為公 我當初只送過兩個人字 這是其中一個 大昭之行也天下為公 所以這個是一個keyword 或者叫hashtag 這個所有都是要為公家的最大力 common good 這是公 簡單講公家公共最大的利益 可以這樣講 最大的好處 最大的目標 最大的善 這個利益跟善在最大地方應該是一樣 選賢與能 這是政府官員 替人服務的都是賢和能的人 這個與呢 又有人說要加上一個這個名稱選賢舉能 我們現在叫選舉選舉 就從這裡這樣的意思來 中國早期的選舉 跟我們現在的選舉意義不一樣 都是選賢與能的 我們現在選的網紅可以當選 有政治資源可以當選 二代可以當選 有多少人真的是有理想的人會當選 就不多了 我投過那種 你沒有聽過的政黨 或者那政黨很不紅的那種 投了票最後開票出來就一千多票 那離當選非常遙遠 但是選賢與能的標準 在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樣的 蔣信修目 蔣求信用 修跟蔣之一樣 意思目呢 是敦親目靈的目 所以你對別人就是跟別人的關係 或者是從上層階級或統治階級 對跟其他的下輩統治的關係 那接下來的這個人不獨親其親 你不是只有對你自己的親人好 你也要對別人的親人好 這已經是有接近墨家博愛的想法 所以有人認為大同是博愛的想法 不是儒家的想法 儒家好像要先從自己人開始 才能到別人 就是幾利利人幾達達人 那這不是也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有時候說這是共同的理想 為什麼一定要認為這是墨家的理想 而不是儒家理想 而說孝順父母是中國人的特色 其他國家也都是孝順父母 我們講什麼呢 宿度太少還要講成這樣 有時候真的讓人不知道要跟他講什麼話 不讀子其子 所以親不讀子也一樣 使勞有所忠 壯有所用又有所長 這就是孔子的老子安之朋友信之少子懷之 幾乎是一樣的意思 官寡孤獨廢吉者 官是沒有結婚的 像現在未婚族很多期都是官 寡那是死了先生 死了那個 對好像是死了先生的 有人說官是死了太太 寡是死了先生 寡父嘛 孤是生來父母親雙亡的 獨是獨自一人 沒有就是終老的 所以官寡孤獨每個字都有他的原來的意思 廢吉者大概就是 現在叫什麼 生障的人 好像也不能叫殘障的人 生障的人 都有所樣 這個樣 癢是當作一般的癢 這個樣是奉養他 然後性別上面 這當然很多女性主義叫不爽 男有分女有龜 龜就是龜屬 就是嫁人 在當初解釋 其實這個分龜呢 如果你照現在的 如果要符合現在的說法 那就每個人都有他該做的工作 這龜不一定是這個結婚啊 不一定是結婚 你也可以說 或者說結婚啊 包括什麼同性戀什麼的 那這不是也是 假如男女 當然就得罪了這個 超越男女的人 跨性別的人 所以這個 這有時候就很難講啊 這個時代有時代有限制 男有分女有龜 或物期期於地也不必藏去擠 這個禍呢 這個禍就是那個東西啊 放在地上也不會藏起來 因為你需要 不會說 我撿到我真幸運 然後你撿到這也沒什麼好處 利物期不出身也不必為己 你出力也不是 雖然不是自己做的 也不必只是為了自己 所以你會住浮工家的老物 為了大家好 不是為了自己而已 所以呢 謀必也不行 就不必用謀這種 陰謀啊 什麼計謀都不必 因為你怎麼做 大家都會 這不必是互相照顧 不必覺得自己吃虧 所以我得怎麼樣 我不這樣的話 我就倒楣了啊 在一些制度不太好的地方啊 包括我你小時候的台灣啊 大家都怕吃虧啊 現在大陸還有些地方也是這樣 所以呢 大家都搶啊 就是因為怕吃虧啊 你說有位子的 像我們以前做火車啊 火車有那種不對號 你當然就是要搶 現在有自由席嘛 那有那個對號 對號你搶什麼呢 那我們那個時代呢 因為那個車子窗子是可以開的 所以啊 那個火車的門還是一樣很小 我一直不懂啊 就英國的火車 看到老火車 每一個車廂門自己可以打開 所以就不必只有兩個小門進出 他平常也可以出 現在的火車都不是這樣 現在火車都真的只有前後兩人 蒸發人火災 絕對死很多人 這是設計上的問題 好 那那個 那時候窗子可以開 所以呢 你要等著那上車太慢 先把小孩或行李 先從窗子丟進去 好 然後小孩行李 就知道小孩 激進去的小孩 那是有別忘 那是有化味的 所以你還是只能坐自己的位置 連有位置都得搶 一方面搶時間 因為大家上的很慢的話 你可在外面可能就沒有 我記得有一次我外公帶我去坐火車 上的來下不去火車就開了 我阿公還要跳車耶 我阿公不要 到下一站你坐一個回頭車回來這樣 還好 不是老先生 我阿公那時候也不算太老了 大家覺得 這算什麼火車開了 我得趕快跳下去 對不對 我想我阿公是那個時代的人 好 謀畢不行 道歉亂賊人不做 為什麼不做 因為你有 你真的不需要做這樣的事情 很多在這個想法來說 道歉亂賊人就是因為你沒有阿 那你也賺不到阿 你費用這種手段不可阿 那如果是這種 就不必了 大家都有阿 不換寡兒換不均嘛 再少也都有阿 所以道歉亂不做 不是因為你不想做 而是你不必做 因為有制度安排 這裏面很多沒有特別 很多人看 這沒有階級的問題 後來有人說 這是個社會主義社會 這沒有階級的問題 也可以說是 這個階級變成一個 這完全沒有講到階級 也講到性別 也講到年齡 也沒講到族群 也沒講到 這我們社會學常會講 沒有講到階級的問題 然後告訴你 這經濟的分配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然後這個大家互相照顧的問題 還有那個在政治制度上 是選賢與能 講信休目的 現在誰選誰 有講信休目 就把這個論文放出來 他還說 唉呀 這是當時 我們當時主上那跟現在 你主上是不一樣 那你幹嘛罵他呢 現在確實有這個需要 那這個現在是剛好 在這個點上的現在 還是等這個點過去以後 還是需要呢 台灣不需要做生意嗎 這個我看到已經吵了N年了 我從你們這種年紀的時候 就聽到 然後吵到現在都沒結束 何必呢 要真做了 早就有結果了 不管是好是壞 就是因為一直吵 一直吵一吵 什麼都沒做 我這幾年真的是看了很傷心 就是這樣 我說不管當初選擇什麼政策 你要不就不做 就不要吵 要不做 Just do it 應該每個人都送他一個 Nike的帽子 讓他好好去思考一下 Just do it 可是很多人也會花時間 好 那這個所謂的小康 其實我們現在都認為小康 我年輕的時候 現在習近平主席講的小康社會 跟我在年輕的時候 台灣講的小康社會 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非常搞笑的事情 蛤 你們因為年紀 你們小康社會的時候 你們已經還沒出生 在你們的前世 你大家都不覺得 蛤 他們也提上小康社會 這太有趣了 這是好像這個時光之力 兩條平均線 但小康其實在原來的大同跟小康對於 小康不是好事 那現在講小康不是要講不是好事 因為大同真的是做不到 至少目前做不到 所以大道即隱呢 很多人講大同都忘了小康 這是沒有大道了 大道已經都不見了 天下為家 原來是為公 這家就為私人了 我自己家人我照顧過 別人家我趕上去死 猶太人大概就是這樣 這叫內在道德跟外在道德 小偷家族也是這樣 這跟自己人好 對別人我當然偷別人 你看那電影《小偷家族》 真的很好看 也很有深意 也很有深意 我最喜歡的一段 他帶那個小孩去偷東西 就被老闆其實發現了 老闆就給他錢 叫他以後不要再做這種事 反正老闆死了 那段我覺得很有人情 沒有像一般人 找到小康痛打他 痛打他一個 你這小子不學好啊 很有人情地告訴我 我其實知道 但你真的不必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在那種家族裏面 他的謀送之道就是要做這種事情 他不用偷他怎麼活下去 他不知道有另外一個方法可以活下去 所以如果這個社會提供他 像現在有各種教育啊 什麼之類 你也許有一個方法可以活下去 有另外一個選擇 這個是那個電影裡面沒有出現的 有點可惜 各親其精、各子其子啊 自己的小孩很多 別人小孩我管他就死了 才會出現那種 現在你看到很多新聞上面 很多自私的媽媽 或者是自己的小孩累了 就佔領了一排位置 他不管人家死活 也不管人家要不要 最近的是在一個火車上 往往阿里山的火車上 貨利為己啊 原來都是不必為己啊 這都是為己啊 有貨、貨有利都是為己啊 大人士己以為己 什麼東西都是世襲的 我一輩子我老子好 我就將來負二代負三代負下去 負二代負三代負下去 負二代負三代負下去 負四代負下去 你們其他老百姓就是 你死活這跟我無關啊 所以士己以為己 所以這不是 如果這是儒家的理想 如果這是孔子 他們就是孔子的理想 所以孔子絕對不會 威服世襲制度 不會威服帝制度 這是看你要怎麼去解釋 所以很多人認為 供養學的人 是相信民主的 相信這種 相信選錢與能 不相信大人士己以為理的 像現在還有的 還有很多政治人物 全世界都有 正二代啊 因為他繼承他爸爸的資源 他爸爸好不容易 更加資源 怎麼就給別人呢 那一樣啊 商業 富二代 官二代 什麼二代 成郭勾持以為故 每個人有自己的成 故成何而生 禮義以為繼 所以這個裡面的一個問題 禮義以為繼是什麼不好的事 所以有人認為 這搞不好是道家出來臥底的 因為禮義以為繼 禮義為繼 是啊 同志在那邊都講禮義啊 以政君臣以賭父子 這不是也是君君臣陣陣陣陣陣陣 這是好事嗎 為什麼這是小康 然後這是天天 好像是不好的事情 以賭父子 以慕兄弟 以和夫婦 以社制度 以利田理 以賢永至 以公為己 這個有時候己跟以啊 古書那樣寫有點那個 所以謀用是做 當然得靠陰謀啦 我初選制度啊 怎麼選啊 什麼時候選啊 現在兩黨 都為初選制度搞得很複雜 原來初選就是希望一個公平的 就沒有想到 他們當初設計這制度的兩黨的人選 沒有想到 這個初選制度反而變成可以被利用的 反而可以變成不公平的 所以所有的制度都是事在人為 你設計再好的制度都有人可以把你玩壞 謀用事做兵由此起 就開始打仗了 打仗我打不過你 我找我的老闆來 我買武器我跟他買 我找他來 對不對 所以就有話叫做什麼 國防靠美國 我就跟郭董講比較好 國防靠和平 你靠美國 你買不起武器的時候他還會給你嗎 然後武器買你特別貴 然後打完什麼意思呢 我說過打仗就只剩下死人跟活人了 那我們都死了就算了 誰是活該應該死的 我覺得戰場上沒有幾個是活該應該死的 活該應該死的都是後面那家人家去死那些人 好 誰是這種呢 他與湯文武成王周公 所以姚順就不是了 姚順是前面的 是大統統 與湯文武周公成王這些什麼中國文化的道統 你現在聽到的 從韓譽開始說 姚順與張文武 周公孔子 加著孔子 孔子要擺在這兒 他自己的人都丟壞了 孔子怎麼會跟這些人 這叫六君子 這跟戊戌六君子 是類似的意思 孔子怎麼會想跟這些人為伍啊 孔子就跟姚順啊 跟這些人 這什麼咖呢 照這樣的我們現在說了吧 由此其宣 這是最好的人 此六君子者 就這六個人 未有不己女離者也 所以以住其義 以靠其信 不管怎麼樣 這都誇獎的話 這人有義有信 住有過 有過他都把它寫下來 行人講讓 世民有常 這個人有行 但是人跟讓 都是孔子很強調的 如有不由此者 再職者去之 這個有不同的說法 這個有人說是義 應該是直的 眾以為要 是為小康 所以看起來 是姚順與湯沃中風這種 世襲制度 是小康 所以祖果要提倡小康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後來的小康 都是家境富裕而已 沒有講到這個制度上面 或者繼承上面 是用這種 沒有講到大恩世紀 以為你成功勾齒 成功勾齒為故 不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特別強調一下 因為大部分人都知道 大同是什麼 不太知道小康是什麼 所以現在的小康社會 是跟這個理想 是有點距離的 好 那就是這樣